听说双十一就要到了 天气也冷了 当幼儿园别的小朋友 都在想着让爸爸妈妈 给自己买什么好吃的 好玩的东西的时候 我 fashion女孩阿拉雷 却一直想给我的懂爸爸 买一条温暖的 那天起床 我突然找不到懂爸爸了 天气好冷好冷 我一想到懂爸爸 可能因为前天睡正捧被动怕了 所以躲起来了 我就好伤心好伤心 心痛到不能自已 仿佛不能呼吸 我决定起床去找我的懂爸爸 穿好衣服之后 我就开始往后面的山上走 边走我边想 怕冷得懂爸爸 他会一个人跑到哪里去呢 在我的印象中 他除了会击见 其他方面都很差呢 一想到他可能连自己 要穿什么都不知道 我就好担心好担心 担心到不能自已 哭到不能呼吸 走着走着 我就走到一座小山前面 我有一种预感 爸爸应该就在这附近 于是我就想唱一首歌 好让爸爸听见 但是又好怕爸爸听到歌声之后 再也不回来了 所以我忍住了 只能拼命地大喊 我的懂爸爸你在哪里呀 突然我面前的一棵小树 抖动了起来 我问 是爸爸吗 你躲在树里吗 树里就不冷了吗 一开始他没有说话 可过了一会儿 爸爸伸出一根手指 我心疼地走上去摸了摸 好冷 我的懂爸爸果然是太冷了 所以躲在树里不说话 那一刻我也心疼地说不出话了 该怎么办呢 该怎么办呢 我真的好着急 突然 村长穿着厚厚的羽绒服 带着毛绒头套走过来 帮我搓搓手 然后告诉我说 孩子 去给你爸爸买一条秋裤吧 你爸爸太冷了 太冷了 那一刻我看着村长的羽绒服 真的好伤心好伤心 你们为什么连一条秋裤都不给我爸爸 是的 我要去给我爸爸买一条温暖的秋裤 爸爸你等着我哟 坐在去集市的车上 望着窗外的大树和阳光 一想到马上就能给爸爸买到 暖和的秋裤 我心里居然有一首歌的曲子飘过 嗯 等一下我要唱给董爸爸听 一到集市 我迫不及待地跑到了 卖秋裤的摊子前面 向阿姨咨询之后 我选了一条豪华的泥彩秋裤 而且豪气地买了下来 别的小朋友吃羊肉 我确实想买秋裤 别的小朋友喝饮料 我确实想买秋裤 因为只有我心里才知道 我的爸爸 冷啊 买到秋裤以后 我赶紧坐上了回去的车 爸爸一听到我回来的消息 就飞快地从大树里爬了出来 我看到他只穿了一条好薄的运动裤 我的心里好痛好痛 我的傻爸爸呀 这么冷的天 只有秋裤才能救命呀 我迫不及待地 把爸爸领到了草地上 想让他赶紧穿上这条豪华秋裤 可爸爸可能是动得太久 连手都抽筋了 只能用脚来穿 当时我好着急好着急 心想怎么办呢 突然那首在车上就想好的曲子 从嘴里不自觉地唱了出来 小酷 小酷飘 飘 飞到 飞到 春月的地方 怎么也找不到 飞要飞 飞到 其他的地方 飞要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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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找不到 真呀 真漂亮 还有我宝宝给我买的帽子 特别的可爱 冲击击降绑吧 终于找到了 穿上试试 哎呀哎呀 穿不下 穿不下 听完歌 董爸爸 再也不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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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们 双十一到了 你的爸爸也怕冷吗 如果怕 那你就让他每周五晚来芒果TV 听我唱歌吧 祝福 祝福 留在 我 故事 祝福 你 快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